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无法夺冠的 因为现在打进进后仨的门槛比较高 一般是要有两位球星才能够做到 而至于说真挂 那么三巨头就是标准配置 因此小市场球队很难实质性的参与竞争 再有一点就是球员的商业价值 大市场球队比如胡元 尼克斯等等能够寄托 于当地的商业潜力而给球员带来额额的收入与曝光 比如勒布朗詹姆斯加蒙胡元 虽然心思层面有所损失 但考虑到他潜在增长的场外收入 可以说不仅不亏 而且还很赚 这就是大市场球队的优势 因此字幕哥的出作或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